2023重庆摩博会上 柴特亮相的一款让人印象深刻的复古车 一下就迷住了我的双眼 感觉时光瞬间穿越到了80年代 它就是这款柴特亮相的525SS雷鸟 老车有一眼就能看出 它的原型是林木GS1200SS 而它致敬的这版车型也大有来头 这是为了庆祝林木在1980年 用GS1200SS首次获得8小时耐力赛冠军 集村推出了这款8奈版GS1200SS 看到柴特雷鸟 让我一下子回想起80年代 日系车型的车型 这款柴特雷鸟可以说是近几年见到的国产复古车中 很用心的作品之一 外观还原度极高 漆面质感配色和8奈版GS1200SS如出一辙 前脸灯组的设计延续之前的风格 不过当它点亮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柴特的小心思了 一边卤素一边LED 致敬复古经典的同时 融入了现代元素设计 关键是还很协调 并没有破坏整体的复古风格 后尾部的双元灯更是点睛之笔 动力方面 搭载的是一款493.6cc的并列双缸发动机 8500转爆发39.6000瓦最大功率 6500转输出50牛米最大扭矩 虽然不能和正牌的GS1200SS相比 但这样的动力也够用了 毕竟骑这么帅 这么有味道的复古车 太快了别人就看不清了 柴特虽然是个非常年轻的品牌 但却是一个专注于复古领域的车企 旗下车型都有着浓郁的复古腔调 其它们初阶的回头率非常高 看到柴特这款非常用心的复古车 让我也想对柴特说几句 我更希望它们能复刻出 刘德华烈火战车中的NS2250 也就是老车有常挂在嘴边的P3、P4 让我的轻松岁月不止停留在回忆中 更能合法地上路骑行 再有就是柴特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 但在国外的欧洲市场却是风生水起 它的mini复古车 可是占据当地60%的市场 算是给国货争了口气 希望柴特针对国内市场 造出更适合国人的复古车 目前这款柴特雷鸟只是亮相 预计正式上市可能要等到明年 i突然冒出个想法 复刻一个幸福250咋样呢